要投资,先求资,关注我们,说你知 Hello,大家好,我是Jetty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传统假日 中秋节和国庆节 内地每逢节假日都是一个福利政策 就是所有要收费的高速公路,大桥等等 全部都会限时免费的 意味着自从7月份以来的港车不上 我们香港车主将会首次享受到这个免费的政策 根据国务院新闻发布会计时 2023年中秋国庆的假期将会在9月29日至10月6日期间 总共是8日的,全国收费的公路 继续对7座以下行7座的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 免费的时段是9月29日零点到我们10月6日的24点 即是说这个期间经过港珠澳大桥 往返珠海或者阿门口岸的7座位及以下的私交车是免费的 往返可欠300元 除此之外,期间通过全国的高速都是不收钱的 都要有自驾游打算的香港车主 选择在国庆期间出入或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政策是全国性的政策 一般是位于我们农历的新年、清明节、劳动节、国庆等 4个法定的假期以及联休日去实施 期间7座位及以下的私交车可以免费行驶我们的高速公路 根据香港运输署拱车不上预浴系统显示 目前免费的时间端9月29日到10月6日期间 未有预浴满的情况 预浴空位的时间非常充足 预浴的规则 目前申请有需要在指定出限日子不少于2个零日前 自行透过系统成功完成预浴才可以按照计划出限 如需取消指定日子预浴必须在指定日子不少于3个零日前 透过我们的指定日子预浴系统去取消预浴 同时根据我们运输署的公告显示 港车不上第10轮的电脑抽签代交申请 终于在9月25日上午的10点到我们9月28日 马克的11点59分去接受登记 并于在9月29日公布抽签结果 计时三批符合资格的车主 就可以来大陆探亲或者去旅游了 目前港车不上的申请流程就有三个 首先透过我们的港车不上网站去申请登记电脑抽签 经过电脑抽签或分配的申请日期的申请人 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内透过我们港车不上的网站 去带交申请根据网站提示上载资料 在可证期间可以选择最短一个月至最长12个月的有效期 最后通过我们电子支付的方式去完成支付 其次就要等到我们内地部门的散合 以合电邮手机短信的方式去通知 我们申请人去登入我们港车不上服务管理系统 具体的步骤包括了首先是查询进度 通知申请人前往指定验车地点查验车辆 上载保险资料 最后就是我们的预约通关 选择自己想要的指定日子去预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想了解的 都欢迎大家去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节目不错的话 都记得要按个小时追踪我们 最后都麻烦大家给一个like支持一下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